今天G點,我們來GG港台的電視部 話說特區政府破天荒地購買了東京奧運的轉播權 分發給全香港免費和收費電視台播放 但是名單唯一少了香港電台 為什麼呢?我們偉大的港台不是很厲害的嗎? 特首就說明不讓港台播奧運 是純粹因為覺得港台沒有能力 不可能在短期內投資購買轉播所需要的器材 都不可能派到攝製隊去到東京 那自己人當然最了解自家時 平時港台好像很威風 原來最厲害的就是出政府、糧反政府 其他電視台基本的能力 港台是不具備的 其實港台出名人工貴、製作費貴 同樣的節目 港台來製作的話就貴過其他電視台很多 以大家認為低成本的教育電視為例 根據審計署的報告 在2017年 港台製作一小時的教育電視內容 費用竟然是158萬 連教育電視這麼低成本的節目 都可以花這麼多錢 萬一給港台製作奧運節目 分分鐘要添價製作費? 港台都是做好當務資格撥亂反正 清走黃毒先 如果仍然無法清潔就收藏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